防疫人員前往男子 位於彰化皮頭的老家 進行消毒 而且擴大範圍 住家周邊50公尺都要消毒 這名男子日前前往印尼巴黎島度假 在當地就出現發燒 骨頭痠痛 回到台灣後 在機場快篩登革熱 出現陽性反應 醫院立刻通報 追蹤男子反台後的移動路線 他回到彰化皮頭老家過年 彰化衛生局也立刻啟動防疫措施 巴黎島是登革熱疫區 衛生局不敢大疫 總共有30戶民宅必須消毒 進行噴藥 這名男子現在被列為疑似病例 已經抽血採樣化驗 需要一到兩天才能確認 大愛新聞彰化綜合報導